台媒报道称 访团成员包括生产臭名昭彰的弹簧刀自杀无人机的宇航环境公司 美方反无人机系统供应商 以及想大举进军台湾市场的承包商诺斯洛普格拉曼 据报道 这26家美商是首次由美官方安排赴台考察防务产业 主因是俄乌冲突后无人机需求大增 美商想找合适代工的无人机零附件业者 甚至是由台湾方面量产 美方产商贴牌销售 对于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组团窜台 有岛内网友表示又来骗钱了 合作伙伴是假 提款机是真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台军计划在2024年以军售方式向美国采购弹簧刀无人机 并将其部署于台陆军特战部队与海军陆战队的消息也引发不小的岛内舆论 另外 台媒此前报道 台陆军今年起大幅采购各类型无人机 主要应用于城镇战场兼真与攻击任务 据了解 台陆军将先于位于台南的侧考中心成立无人机中队 有分析指出 台军在美国的蛊惑下 企图通过大规模引进和装备无人机 对大陆形成所谓不对称战力 然而这种做法不看条件 不看环境 台军的盲目模仿无异于东施孝贫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日前表示 台湾老百姓血汗钱本可以用于改善民生 却被民进党当局在穷兵独武的邪路上大肆挥霍 不仅没有给台湾带来所谓的安全 反而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倒 让台湾民众忧心忡忡 统一是正道 台独是绝路 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蒙独 以武巨统 完全是不自量力 以卵基石